简单来说 无印良品在提供Renovation这项服务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重点性的家具 举凡像是您看到现在在画面上的SUS 它本身有一个支撑架的部分 因为它的高度可以随着我们使用上的空间做一些调整 举凡来说 其实我们在天地地各自有做一些重点的处理 以天来讲的话 我们会利用一些简单的一个天花的造型 搭配我们自己家具的本身去做一些组合 在地板我们可以选用一些超耐磨的地板 或是海盗型的木地板 适合台湾居住空间的一个材质的部分 到墙面的部分 我们开始搭配了刚刚讲的天花板的一些灯具 一直落到这些地方来 开始结合我们的一些收纳的家具 开始有一些隔间上的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利用同一套家具 在不用换家具的填提之下 我们利用简单的隔间搭配拉门的使用上面 我们可以创造新的空间 就是把拉门退掉之后 我们摆上一个简单活动的比较低矮的家具的时候 它可以创造另外一个取居的空间 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划 我们配出一套家具 可以创造不同的使用方式 也是我们想要提供给各位的 这个方案是我们Muji Renovation 在台湾提供的第二个方案 叫做放隔墙的设计 然后在这个设计当中 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组合 那主要的特色是在于说 它是利用我们原本的一个商品 叫做自由组合成架 去做一个延伸 它在空间上的搭配 其实我们把原有的隔间拿掉之后 我们把这个放隔墙 进行一个L型的转角设计 然后在L型转角设计当中 是突破我们原本的自由组合成架 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方式 那原有的无印良品的寸法 也应用在这个放隔墙的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 举凡是无印良品的一些收纳的木质盒 或者是一些藤栏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棉麻锯子的收纳栏 这些东西都可以带给消费者 在不同的使用上面 去收纳不同的使用空间 无印良品在整体的空间规划上面 当然是强调一个不是这样很好 而是这样最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方式 因为过多于最适的一些设计的手法 反而会让空间变得过于花俏 或者是华丽 那在选择无印良品质感家具的同时 可以把这些空间给衬托出来 这才是我们在提供这项博物 想要给大家的一个主要的精神跟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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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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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